這個偏背 枯粗 但是不要太寬 窄一點 哇 這寫得好挺啊 注意直畫直畫均間 所以寫不是寫一邊 兩邊都要注意 要互相搭配 這是放射狀的 短短 短 長 錢 這個錢喔 錢是難賺 但是錢也難寫 主要是右邊那個部分 不好拍 所以輸把架的時候 為了好拍就做了一些減省的動作 第一個 它這裡省不勾了 你不勾就不會跟下面重複 第二個撇在裡面短 短的話這裡就可以增去寫這個 右斜鉤 撇在這裡 點的話 上面的點照點 第二個點就省略了 第二個點外面也覺得突出 點裡面也覺得太黏 所以它是省略掉了 5 好 保持一個斜度 斜度 斜度 夠扁了 10 感覺這個10每次寫的都好重 筆畫特別少 寫的特別重 其實這個在那個17帖 那個10也是寫成這樣 好重 王羲之的17帖 槽 槽也是向中間其中 寫的扁一點 而且 不是每個家的槽都這麼扁喔 有些家的槽字寫的很長 到時這裡是多扁的 左邊這個 喔喔喔喔 這深的有點距離耶 真是夠長 1 挑上去 點一點 以前的1 有時候沒有這個點 不一定 捲 注意這個蜜字旁啊 這個縫隙要夠窄 這個點就正常了 前一個蜜字旁的點 排得好整齊 看起來有點呆啊 這個字就好看多了 一樣保持右邊 有個弧度 這個是 應該說顏真卿喜歡的弧度 橫畫西挑上去 鉛 逆下去那個撇才挺近 中暗 這裡又來中暗 略測 皮 這個皮上寫的好看 雞皮也算是不好寫 不過他這個皮到寫的比較偏正 柱 柱的話 右邊他寫好重 左鈴又不連 左鈴又不連 好 立 還是習慣降低喔 立在右邊的時候都習慣寫的 低一點點 好 住 鍵 出到細 細的 細的 出細的按一下的 隨時注意他的束畫後面到底要不要壓按的動作 就因為他的特色 不能每次壓 可是也都不能沒有壓到的成績 我來看一下 她的音樂 Erik ach 你的音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